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麦子学院听我讲Motion 这节课为大家讲解的效果将是绘制动画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节课 我们为大家讲解了资源库 特别是资源库中的滤镜 滤镜中的抠像滤镜 相信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抠像了 这节课我们讲解绘制动画 我们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案例 一个就是绘制小人挥手 另外一个就是建立绘制logo动画 好,这节课将通过这两个案例 让你了解什么是绘制动画 那首先我将为大家讲解 绘制小人挥手的动画效果 先来看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我所建立的 小人挥手动画的效果 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小人的两只手 就是通过建立绘制动画来实现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Motion 先导入我们的背景素材文件 同时编辑背景素材文件的大小 编辑缩放 150倍我们试一下 不够,我们还要继续把素材文件放大 撑满整个画面 好,这个样子我们就导入了一张背景素材文件 只要记得Motion文件一定要随时储存 它不会像Final Cut文件一样自动保存 一定要记得储存你的Motion文件 下面我将建立一个小人通过绘制圆形和巨形来实现 巨形工具 我们选择圆形 建立一个圆形 再建立一个巨形 好,修改巨形的圆形 也就是修改巨形的边缘 我们为两个图形新建群组 方便以后对群组进行管理 复制一下巨形 测了 是复制一下圆形 修改圆形的颜色 要为圆形建立一个遮罩 好,我们现在把遮罩改变成简 为小人添加了一个头发 好,继续绘制两个圆形 作为小人的眼睛 修改颜色 调整位置 复制 好,下边选择画笔工具 调整画笔的粗细大小 为小人画一个笑脸 修改画笔颜色 为画笔添加外框 修改颜色 好 现在就建立了一个小人的笑脸 下面继续 为小人添加效果 把巨形改变成黑色 再画一个巨形 是小人的脖子 调整脖子的涂层关系 改变脖子颜色 好,同时要修改小人面部的颜色 好 再修改一下 可能颜色太深了 不是很好看 好,这个颜色差不多 我们就选择这个颜色作为小人的面部颜色 下面继续为小人的身子进行编辑 我们使用被塞尔曲线 建立一个三角形 小人的衣领 调整 调整锚点位置 好,继续复制几个圆形 作为衣服的扣子 调整扣子的位置 和扣子的大小 以及扣子的颜色 放大 继续调整 复制 把扣子复制向下挪 好,小人的衣服已经建立一大半了 继续往下做 调整 三角形的位置 好,继续为小人添加细节 添加一个领节 建立一个蝴蝶节形状的衣领 修改颜色 改变成黑色 好,我们缩小来看一下 小人的效果几乎是建立完成了 那么下边我们就要为小人添加两只胳膊和袖子了 我们使用画笔工具 选择画笔颜色 选择画笔颜色 吸一下小人面部颜色 修改画笔粗细 好,可以绘制 绘制出了一个小人的胳膊 但是看上去这个小人的胳膊 没有那么的顺畅 那就要修改它的锚点 我们要把里边的锚点减少 删除一些它的编辑点 好,留下两个编辑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小人的胳膊进行曲线的编辑 好,调整一下小人的胳膊 同样在右边也要建立小人的胳膊 选择修改小人胳膊的宽度 让它和左边差不多 同时选择编辑点 对两个锚点进行编辑 选择平滑 好,可以编辑胳膊的弯曲度 我们把填充关闭掉 只保留外框 继续选择平滑 好,看到这是我们的胳膊 已经可以被建立出来了 继续添加群组 把胳膊拖到新的群组里边 我们把左胳膊和右胳膊也要分开 好,调整群组关系 把身子摸到最上边 胳膊就放在了身子的下边 好,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整个人物的形状 然后再继续做微调 它还缺了两个袖子 我们继续为人物添加袖子 复制一下胳膊 好,修改胳膊的颜色 我是修改胳膊的粗细 再为这只胳膊建立一个遮罩 混合模式变成简 我们这个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和胳膊在一起的衣袖 同样右边使用一样的方法 复制胳膊 点击 修改颜色 把它变成黑色 把胳膊的粗细加粗 然后建立 遮罩 留出我们想要被遮掉的部分 选择减 遮罩模式选择减 它我们这个矩形区域内的胳膊就被遮罩掉了 好,现在整个小人已经建立完成了 来到资源库 要为 被塞尔曲线建立行为 行为下边的形状 形状里边有绘制外框 选择绘制外框 为小人的胳膊添加上一个绘制外框行为 好,已经添加上了 我们来到绘制外框这一层 看到小人的胳膊已经可以被绘制出来了 但是由于我们建立的绘制外框 它的时间轴上的时间比较长 运动会非常的慢 我们此时就要按着 Shift键 从绘制外框的最末端向前伸拉绘制外框 让运动速度加快 我们再来播放 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这个速度还是有一点慢 我们继续编辑绘制外框 如果你的电脑觉得有一些卡顿的情况下 选择考慢的加R 就是让你现有的区域进行渲染 渲染完成之后 你的电脑就不会出现以前的卡顿 我们再来看 这个速度好像还是有点慢 继续编辑绘制外框 让它变得速度更快一些 现在看这个速度好像差不多了 我们就使用这个速度 再为另外一只胳膊添加绘制外框 同时调整绘制外框的时间长度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小人的两只胳膊 好像就有了一个被绘制出来的感觉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希望 除了小人在伸出胳膊的同时 我还希望他的胳膊 有一些小动作出现 那么现在我就要选择编辑点 对胳膊进行编辑 那么现在要对他的形状进行编辑 就要建立控制点的关键针 我们先建立关键针 先来到胳膊的第一针 为他建立控制点的关键针 然后向后数六针 再建立关键针 对关键针的位置进行编辑 也就是锚点关键针位置的编辑 好 我们希望小人在这个时候的胳膊运动成这个形状 再继续做一点点的微调 好 此时就要为小人多建立几个关键针 让小人的手部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挠头的感觉 我把动态参考线关掉 隔一针建立一个关键针 每隔一针都调整一下关键针的位置 好 我为小人建立了六个关键针 我们来看一下 小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挠头的动作 还挺可爱的 对吧 我们继续渲染一下整个文件 好 看到小人有挠头的地方 但是在小人的衣袖的地方好像没有跟上 那么我们就要对衣袖也建立关键针 建立出点关键针 再建立入点关键针 好 修改衣袖的锚点位置 我们让衣袖的位置和小人的胳膊重合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衣袖和胳膊同时在运动了 但是衣袖运动的貌似慢了一点点 那应该怎么办呢 看这里我们要继续编辑衣袖的关键针了 选择关键针编辑器 好 我们现在让衣袖的运动加快一点 再来播放试一下 现在看衣袖貌似已经跟上了胳膊的运动 好 我们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继续渲染一下 好 下边 这个小人挠头的动画就已经建立完成了 他的胳膊是绘制画笔绘制出来的另外一只胳膊 是有一个挠头的动作 好 下边我还希望小人能够有更多的细节 下边我将要为小人建立一个眨眼的动作 选择小人的眼睛 对小人的眼睛进行缩放的大小建立 我们现在选择两只眼睛让它同时眨眼 先建立关键针 向后播放建立关键针 向后走一针建立关键针 再向后走一针建立关键针 好 在这个地方修改关键针的大小 修改关键针的外轴位置 外轴缩放 往小缩放到70 看小人的眼睛已经辨别了 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向下走 29% 好再走一点 11% 小人的眼睛已经完全眯起来了 好继续向后走 100%建立关键针 向后走一针建立关键针 再向后走一针建立关键针 编辑中间关键针 同样是10%的一个数值 好 同样建立三个关键针 编辑中间关键针的位置是10 外轴 外轴的数值是10 好 此时我们再播放看一下 小人还会眨眼了 对吧 我们全屏看 这个动画已经建立完成了 小人有胳膊的绘制 有胳膊的挠头 还有眨眼的效果 好 这里我已经为大家拓展了 讲解了一些关于关键针的知识 这个关键针的知识 在以后的知识点 会为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 这节课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绘制动画的小人伸手挠头的动画效果 下一节课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讲解绘制动画中如何绘制logo动画